剛剛的那個超連結就這個啦 範例3 所以你們第一步就把這個超連結貼到range A1 底下的話就是我的問題啦 第一個問題就是取得所有的超連結 得到結果 那當然方法我剛剛講的喔 你可以用什麼用A by TechName 你也可以用ClassName 你也可以用By ID 但是看起來用 TechName是最簡單的 那第二個題的話就是如果 只要取這個呢 只取 這個方法其實就可以有三個都可以 所以喔如果只要取得 這一個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方法就是我們剛剛用的啦 就是拿剛剛這個來改好了 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只取第一個的話 那所以我很簡單嘛 我就不要後面這一些就好了 這個不就第一個 就把它清空執行一下 那直接就第一個 那如果假設你用ClassName的話 比如說我用Class的話 那又一樣把這個程式 如果複製貼過來 那一樣呢我就是 一樣是 By什麼 ByClassName好了 這邊把它改一下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就是如果要取 這個的話有兩個 沒關係我就取 因為有兩個 所以它刮弧一定會是0和1 所以我只要0的部分 就是第一個 所以如果假設我用 By ClassName 然後這個名稱的話 一樣我用RAID好了 然後 用那個RAID裡面的 0 那就是第一個 這個就是第一個嘛 然後它裡面的 這個HREF 所以這樣應該就OK了 所以 但是還有一個地方會有問題 用 那個 那是Byting 它這個應該會出錯 所以一定要 二例Byting 這個一樣的問題嘛 所以 二例Byting的話 改的方式呢 就是這兩行 Ctrl C 然後 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這邊把它改一下 其實啦 跟各位講 其實這一行不要也沒關係啦 其實只要 這個宣告不用 定不用 我好像試了一下 但是 一樣要 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 就是 引用這個一定要 這個引用一定要 要有 這個跟 這個 這兩個一定必要 這個是第一個必要 這個 這是E 這個是第二個必要 反正如果你要EarlyByting的話 一定要是這兩個 OK 那這樣的話 所以呢 我確定有 那這兩行 其實就可以不要啦 其實 在VBA裡面 不宣告也沒關係 宣告就定啦 所以我常 跟同學講說 不宣告也沒關係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這樣 執行一下 所以這樣子 看能不能過 不行耶 所以一定要宣告嗎 我看一下 如果這個不宣告 如果宣告 把它倒車一下 把它一定要重跑 好 再把它 所以看一下 所以這個一定要宣告 所以 在VBA 大部分 是不用宣告 可是如果你假設 一定要用這個 開始念 那這一行 是不能省 所以這個 OK 好了 知道這個 有這個限制 然後輸出 這樣就成功了 所以 第二個問題應該 兩個 當然你也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改成 By什麼 By ID有沒有 它的ID 這邊有ID ID的話是LINK1 所以你用LINK1 應該也可以抓得到 這個我就不示範了 那第二題的話 這邊有一個 如果我要取得 所有RED的類別 所以 剛剛只有取一個 所以很簡單 如果第二個的話 那就直接 怎麼樣 再把它串到後面 不就好了 所以串到後面的話 那就是直接 把這一行 再複製過來 對不對 然後呢 為了讓它串在中間 這邊 記得要改 改成 0跟1 因為有兩個 這個0 這個1 然後串的話 就是把原來的東西 在後面 空一格 加一個AND 它就會串到後面 並且在第一個的後面 加上那個CHR CHR 刮鬍石 其實如果你不用這個CHR石 另外有一個就是換行 換行的話 它叫VB New Line 所以如果你換行的話 另外一個敘述方法 如果你 我記得這樣 VB VBA的VB VB New Line New Line的話 就是新一行的意思 我看有沒有拼錯 如果拼錯的話 先打小寫 移開 如果有變大寫 那表示沒拼錯 有沒有 它N 有沒有 跟L有變大寫 那這樣應該也可以 試一下好了 所以 如果你假設不用CHR石 你也可以用VB New Line 看一下 也可以 所以兩個方法 我是比較常記的是這一個 這個 VB New Line的話 在很多地方 上面都是換行 OK 或者CHR石 兩個方法 你們記一個 就OK了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問題 把那個什麼呢 跟這樣 第三個問題 問題3 那問題4的話 是取得First 取得First 當然呢 就很簡單 就我們剛剛有做過 其實就是用什麼 Get 那個什麼 Elements ByTechname 然後呢 抓第一個就可以了 記得是Innertest 這個我就不示範 剛剛有抓過了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我要取得這個 有沒有 什麼3.jpg 欸 3.jpg 在哪裡 在這裡 它是放在標籤裡面的這個屬性 所以要怎麼做 這邊最好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用那個標籤 標籤 我用這個好了 用這個就OK了 就是用剛剛我們做的 這個把它複製過來 然後呢 這邊改成 IMG 因為它的標籤名稱是 IMG OK 所以我把它的 ByTechname 叫做IMG 第一個 OK 然後呢 這前面的物件名稱 也叫IMG OK 然後呢 取得的話 因為IMG 可能不只一個 當然第一個 一定是0 那後面的屬性的部分的話 應該改什麼 剛剛我是HREF SRC SRC 這樣的話呢 就會取得它裡面的這個資料了 就3.jpg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以後 標籤後面如果有什麼屬性 它後面帶了什麼樣的資料 那你就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去把它取出來了 OK 所以喔 如果假設我要 那個3.jpg的話 那取得IMG 先清空之後 把它3.jpg 輸出看看 有沒有 OK了 但是你會發現 它得到的結果好像會 不太 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前面有個About的冒號 所以啦 如果你假設 你希望把About的冒號拿掉的話 那其實把它當文字啦 因為它這個 得到的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算一下它的字數 1 2 3 4 5 6 我要從第七個取全部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用什麼 第七個喔 所以 IM IM 不 就MID啦 MID MID函數嘛 然後呢 把這個資料 豆點 然後算一下它從哪個字 About的是 第七個嘛 第七個嘛 然後取幾個字呢 9個 如果你懶得算的話 你就打99 意思是後面全要的意思 喔 如果你打一個數字 是超過它可能的 那個字數範圍的話 它就意思是後面全要 OK 我是覺得啊 我習慣就是打一個比較大的數字 這樣就OK了 來試一下 把它Back 有沒有 把它倒車一下 按一個F8 得到結果就對了 所以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意思吧 如果你用IMG 就是IMG這個SRC 它會有個About的冒號 所以你要把它去掉的話 你外面包一個MID 然後從第七個 後面給它一個很大的數字 它就後面的資料就全部輸出 得到就是你要的結果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總共有幾個題目 第一題剛剛做了 所以有2、3、4、5 OK 其他解答這邊也有 你們可以參考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麼 看完 對 感谢观看